秋日北京 夕阳入化 天安门广场 华灯绽放 人民大会堂 庄严辉煌 出席高峰论坛的外国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 国际组织负责人等 国际贵宾及配偶 陆续抵达人民大会堂 礼宾列队致敬 一百五十多面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国旗和联合国旗 整齐分裂红毯两侧 辉红壮观 习近平和彭丽媛热情迎接外方领导人夫妇 同他们一一握手 并集体合影留念 我们资格不尽 在迎宾曲中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贵宾们 共同步入金色大厅 习近平发表致辞 首先 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并同我夫人一道 对各位嘉宾出席 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表示热烈欢迎 习近平指出 春发其华秋收其时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 中国同各方合作伙伴一道 弘扬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建 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 共同为全球互联互通 贡献力量 为国际经济合作搭建平台 为世界经济增长 增添动力 我们开展了数千个务实合作项目 收获了实打实 沉甸甸甸的成果 共同汇救 连结世界 每每与共的壮阔画卷 这些成就是各国政府 企业和人民 用勤劳 智慧 勇气 干出来的 让我们向共建一带一路 所有的参与者 建设者 致敬 习近平强调 共建一带一路 追求的是发展 崇尚的是共赢 传递的是希望 唯有自强不息 不懈奋斗 才能收获累累果实 才能建立立在千秋 福泽万民的长久之功 这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 对当代人和后代人的责任 共建一带一路 走过了第一个蓬勃十年 政治风华正茂 武当昂扬奋进 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 习近平指出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 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全球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但我们坚信 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的历史潮流 不可阻挡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不可阻挡 各国实现 共同发展繁荣的愿望 不可阻挡 只要我们坚守 合作出心 牢记发展使命 高质量工界一带一路 一定能焕发出时代光彩 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开创 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宴会后 习近平和彭丽媛 同贵宾们共同观看 思路同行文艺演出 感受一带一路国家 多彩文明和灿烂文化的交流互建 每一美与共 王毅 尹丽 李淑磊 何立峰 王小红等 出席上述活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